那最後一個問號就是我們當初去了哪一些眼科檢查 那因為我那時候我買過關科武查的眼科檢查的時候 我自己是去做的去到眼科檢查 然後我就直接 因為這分享就直接跟大家說 Hi 大家好 我是Zan 我今天想說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去年做了一個紅膜固定式植入式晶片的手術 顧名思義就是我把隱形眼鏡放到我的眼睛裡面了 因為我也一直有被我的其他朋友們詢問 我就想說我一個一個回也是有點辛苦 所以我就覺得今天就整理了一份問題單 然後想說來回答給大家 讓大家比較好做功課 首先我要先大概講一下 雷射手術跟我做的植入式晶片 就是有什麼差異這樣子 然後一般雷射的話 就是我們會在我們的角膜上面 就是用矯正 就是用雷射光束打雷射的方式去矯正我們角膜的 曲光的弧度 然後來矯正我們的近視 那比較常見的話就是大家會是 可能就是中 中度近視左右的人會比較適合這個手術 那我自己的話我是 比較偏高了 我大概是八百到 我兩件已經差一百度 然後一邊是八百一邊是九百這樣子 雷射一般常見的話就是可以在 比較建議是一千度以下的人在做 一千度以上的 就是通常它沒有 就是雷射就是 最高只能做到一千度 那你如果超過一千度的話 其實你也沒辦法再 少掉更多 再來就是我做的 指數是隱形眼鏡 它就是有一個很小很小很小 就是其實我們 你直接這樣子看我眼睛是 看不到我眼睛沒有放東西的 就是把那個東西直接放到我的眼球裡面 然後來 讓我的視力變到最好 就像我們一般戴隱形眼鏡一樣 那這個手術比較常見的話就是 就是高度近視能在做的 那我自己當初查資料的時候 是看到它最高可以做到兩千三百度 但是通常兩千三百度的人 他那個應該是 已經是你本身天生就是有點弱勢的情況 那至於這個手術可以 度數恢復到多少 那其實還是要看每一個人 你的眼睛原本就是 最高度數是多少 就像有的人他最高度數就是只有0.9 然後有的人是1.0 有的人是1.2 有的人是1.5 這兩個手術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雷射手術是不可膩的 但是直入式隱形眼鏡是可膩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以後 我不想要再戴著這個隱形眼鏡的話 我可以把它拿出來 就會變成我做這個手術之前的樣子 怎麼樣的人可以做近視手術 那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講 有分成雷射跟直入式晶片 那我一開始是想要做雷射手術的 那我覺得在你想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你已經可以搜尋一間眼科 然後去問去檢查 因為不是你想就一定可以做 我就是那個原本想做雷射手術 結果檢查完以後發現我並不能做雷射手術的那個人 什麼樣的人不能做雷射手術 就是一近視太深 因為雷射有一個上限 二就是角膜太薄 三就是你有角膜弧度異常 例如圓椎角膜之中的 然後我本身就是那個二 角膜太薄 那這個角膜太薄有很多很多原因 像我的話我就是天生的 因為我弟也有去檢查 因為他也想做 結果我們兩個人都是角膜太薄 沒辦法做 那時候我還託了我就是朋友李漾跟我一起去檢查 李漾他是圓椎角膜 李漱漱才跟他說 你這個原本想過就是有點危險 你要定期追蹤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去檢查一下自己眼鏡也是不錯的喔 下一個問題就是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做植物式晶片 那第一個就是 不好意思我要看這個稿 我忘記 第一個就是接近或是大於40歲的患者 就是 年齡太高不適合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太大的瞳孔 或者是你的前方太淺 或者是腳膜內的細胞數太少 就是你的腳膜已經不健康的狀況下 你沒辦法做 或者是腳膜弧度異常 就我前面提到的就是 你可能有圓椎腳膜的腳膜問題 再來就是你的免疫系統疾病 就是一些什麼紅斑性狼倉啊 或是其他眼性疾病的那些 你可能就不適合做 再來就是你的眼壓太高 你可能有青光炎之類 或者是職業限制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每天都要激烈運動 就是你可能是你要拳擊手啊 或者是你是就是那種做 就是會 跟人家重來重去的工作的話 你就不適合 就你可能會不想被人家打到之類的那些都不適合 因為就是不適合 那當然你其他的狀況的話 還是要更詳細由醫生去評估 好那再來的問題就是 我的近視幾度 還有就是我為什麼選擇做植入式 跟做蕾色 那其實我前面大概都有提到 我的近視是八百度到九百度 我的腳膜太薄了 所以就是沒辦法做 但是我真的很想做 於是我就跟醫生討論說 我能不能做植入式晶片這一塊 然後那醫生就評估可以 所以我就選擇做了植入式晶片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術前準備的部分 那其實蕾色手術跟植入式的手術的話 它術前準備都沒有差太多 基本上都是要先保持眼周的清潔 所以我有跟醫院買了 就是專門清潔眼周的紙巾 然後一個禮拜不要帶眼睛 這樣是比較好的 然後呢但是我就是那個忘記 就是要清潔眼周 我明明就跟人家買了 然後我忘記 所以至於我大概前一天晚上才做的清潔 請大家不要學我 那接下來就是手術過程了 那手術當天的話呢就是我們會再做一次全部的檢查 以確保你眼睛的狀況跟你之前的檢查可以做的狀況 是完全符合的 然後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檢查完以後呢就是會開始點麻藥啊 點藥水 然後讓你的眼睛就是準備可以去做手術這樣子 那手術的過程呢 因為沒辦法拍攝 所以我並沒有手術過程的紀錄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可怕 如果你害怕聽這種東西的話你可以跳一下一個問題去 好那就是 如果有重度近視的人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看很近的東西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尤其是在我們沒有帶任何的近視隱形的狀態 所以呢那時候我就是進去手術了 手術的過程的話 因為首先就是都要先把眼睛撐開嘛 就是這樣這樣撐開 就像那個看牙醫那樣的那種東西 然後把眼睛撐開 撐開那個其實我覺得並沒有特別的不舒服 你只會覺得你眼睛有異物而已 我就是 剛進去沒多久 然後醫生就是因 我認為那一支應該是一支麻醉 就是我清清楚楚的看到 醫生拿了一支東西一支針這樣 這樣刺進我的眼球 然後 我就 內心崩潰 真的是內心崩潰 就是我以為我很不緊張 但事實上後來我回想了一下 我真是緊張的爆 因為我在開始手術之前 我就已經 一直一直就是微微的抽痛這樣子 我手術到一半的時候 我還有問醫生說 請問一下醫生 我這樣看得到你在幹嘛 是正常的嗎 然後醫生還說 你看得清楚 你怎麼看得很清楚 我說我看得很清楚啊 你剛剛拿了一支剪刀剪了我的眼睛 然後你又拿一個夾子 你把什麼東西先抬對不對 然後醫生就說 好 那他再幫我點一點醫藥水 OK 就在這個時候 我的胃越來越痛 然後手術就順利的結束了嗎 伴隨著我的胃痛 我在手術的時候 我還跟醫生說 喔 醫生我好餓我好餓 我等一下去旁邊吃麥當勞 我好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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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出來 的時候 我還跟 就是 李楊說 欸我們去吃麥當勞好不好 我好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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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樓下以後呢 我就暈倒了 很荒唐的 對 沒錯我就暈倒了 暈倒以後那個 還有路人把我抬起來 跟李楊一起把我抬起來 把我一起抬回醫院 然後就處於一個傻眼的狀態 然後我就躺在醫院躺了 月末一個小時我的胃痛還是沒有辦法停止以後 我就 緊急送醫了 我就送了急診 然後因為 突然的高燒 我就 直接住院了三天 急診室檢查 我是急性胃炎 因為壓力產生了胃炎 然後白血球飆到兩彎 就是超級高 他們完全不讓我離開醫院的那種 就是直接強制老住院 以至於 我的手術 隔天沒辦法做 我剛剛前面沒有說到就是 雷射手術是可以一次把兩隻眼睛弄完 就可以出院 但是植入室的話 沒有辦法 就是 我們必須先做一隻眼睛 然後隔天再做第二隻眼睛 但是因為我要住院的關係 以至於我的手術就延期了一個禮拜 非常的荒唐 但是是我本人荒唐 那就是題外畫了 接下來這個問題是 書後還可以戴就是 引起眼鏡或是腳變片之類的嗎 那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口測 所以他們會問我就說 欸你做完這個還可以戴引起眼鏡嗎 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 因為你已經做了近視手術的關係 就是 當然 就是 不要一直戴這個東西比較好 就是可以 減少 可以戴但是減少佩戴時間 以免就是引起 叫膜炎之類的問題 就是還有就是有人會問我說 你有沒有後悔做 就是這個手術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問題就是很奇怪 我才剛做完 大概半年 你怎麼會問我有沒有後悔做 我答案是 當然是沒有啊 我現在覺得 我每天看得清楚很爽 尤其是早上起來就一張眼 就看到清楚的世界 當然是我有時候還是會睡你衣服 在那邊這樣 我已經 我的眼鏡了 然後就是 摸半天後再張開眼鏡發現 我根本看得清楚啊 這樣不是很爽嗎 所以怎麼會問我說 你有沒有後悔做呢 我只能跟你說我目前沒有 那我還比較後悔我近視好嗎 我為什麼要 沒事花這個錢在那邊弄我的眼鏡 好 下一個問題就是呢 那這個影片你會不會掉呢 恩 答案是 會 但是 前提是 當你有 劇烈的撞擊之類的時候 恩 就像我前面有說嘛 就是他有職業限制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 你跟人家撞來撞去的工作的話 可能就不太適合 那 醫生那時候是有跟我分享說 有一個 媽媽她那時候有掉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她 出去玩 然後 就是玩那種比較激烈的遊樂設施 只有她整個人就是晃晃晃 然後她整個這樣子 撞到那個 一個 一個桿子還是什麼的 然後 但是她說掉的時候是不會 你可能不會覺得痛 你也不會 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只會覺得可能刺力比較模糊一點 那 所以就是 因為她模糊掉 她掉了嘛 你就得再花錢 把那個隱形眼鏡放回正確的位置 但是 我自己是覺得 合理 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因為 今天橫術你的眼睛受到劇烈撞擊 我想你都有可能需要開刀 下一個問題是 手術後的復原情形 那我覺得我這個比較尷尬 就是因為我本人 手術完暈倒的關係 就是好像有點難列入參考 但是我自己是 做完這個手術 當天我也沒有 特別的不舒服 就是因為我們眼睛就是先包著 然後 女生應該是有在我的眼睛上面塗個藥 然後我就是一直包著這樣子住院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胃痛的感覺 大於我的眼睛 就是我的眼睛也沒有覺得刺痛還是什麼 就是因為 很明顯就是 我有黏著藥膏 我是覺得那個藥膏就是 有點不舒服這樣子 但是不是 不是眼睛不舒服 就是有一個異物感的不舒服 就也還好 隔天回診的時候 就把這個 對我隔天有從醫院請假回診 但是醫院禁止我做手術 我是說我住院的醫院禁止我 隔天再做禁止手術 然後眼科那邊 也因為我住院這件事情 他們就是叫我延期 就是大家都非常擔心不安全 反正就是我覺得 做這個東西並沒有特別的不舒服 因為我看 那時候我看了別人一些雷射的過程 他們就說 當天可能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眼睛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很痛還是什麼 可是我就是完全沒有 就是我體質很滿適合做這個手術的吧 總之就是 那拆掉那個以後呢 就是乖乖的點 醫生有 醫院有開眼藥水那天 就是每天就照著點 這樣子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照護 就是手術完後的眼睛 那很簡單的話 就是最簡單就是一個月不能化妝 就是女生這點可能比較痛苦 然後她就是洗臉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滲水跑到眼睛 所以我都會買那種洗臉精 然後每天太快 就是這樣慢慢的這樣洗這樣子 然後比較痛苦就是洗頭 因為剛做完的時候會比較害怕自己沒有弄好 然後碰到跑到眼睛會非常麻煩 怕發炎還是什麼 所以我大概前兩個禮拜我都是去給人家洗 就是這部分就是比較浪費錢一點 但是沒辦法錢都已經花了 就是一定要好好照顧好自己的眼睛 然後再來醫生說我眼睛比較沒有問題以後 我就開始自己洗這樣 我就去買那種 就是那種可以套住臉這邊的 的那種一個圈的東西 然後就是自己講很刻板這樣子 但是 就是至少可以洗頭很開心這樣 還有比較重要就是不要揉眼睛 但是 揉眼睛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對眼睛不好的 並不是說因為我們做這個手術以後 特別強調不要揉眼睛 但是就是本來就應該減少揉眼睛的次數 因為那個摩擦其實是對角度不太好的 再來是回整的部分 就是我一開始是要比較密集的回整 就像我說的 因為我們 我的眼睛是照著 做完那個我個人就要回整一次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禮拜回整一次 接下來是兩禮拜 然後一個月 三個月 那我目前就是已經做完 就是照這個順序我已經接下來是要半年回整一次的狀態 就是要記得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目前的讀數跟我做手術到現在的 呃 感覺 那 我目前的話就是兩隻眼睛都是1.0 1.0 然後雙眼合併的話是1.2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狀態 然後剛做完的時候我還想說 天啊也太清楚了 清楚到有點害怕 覺得 我幹嘛看那麼清楚 但其實這就是我的目的 比較 不習慣 就是因為以前近是太近 我們都會拿這麼近在打簡訊 然後但是因為那時候就是真的太近 然後我想說 我那時候還想說 呃這麼 這麼近 這麼近看不到是正常的嗎 然後 那時候我去 在醫院問護士的時候 旁邊的那個 患者還說那是正常的 你拿手機拿太近 他們說一般來講至少要30公分 這樣才是正常的 但是因為平常以前都是真的就是這樣子 這樣在打字 明明帶點眼睛還是要這樣打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 呃至於恢復的度數的話就是 每一個人可能會 不太一樣 因為那射關你原本眼睛原始 的最佳視力的問題 再來的話感覺的話 就是 就是蠻爽的 不用帶眼睛眼鏡 然後也不會覺得 天啊眼睛已經戴太久 我覺得眼睛好乾 我不舒服 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 就覺得好像眼睛少了一個什麼東西的感覺 然後封出來覺得 額眼睛有點涼 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我跟我朋友講的時候 他們覺得我很奇怪 什麼叫做眼睛有點涼 就是眼睛有點涼啊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有後遺症嗎 還有注意事項 那我目前是覺得 沒有什麼後遺症的問題 就是只有 宿前檢查的時候 醫生說我眼睛偏乾 然後 但我本人是 完全不覺得很乾的 就我自己覺得還好 醫生是都會開淚液給我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如果我工作時間太久的話 我就是會稍微點淚液 當作 定期保養的概念 再來就是注意事項 那 有一些人會說 呃 就是植物室眼睛眼睛是不是有造成 清光炎跟白內障的問題 那我檢查的時候也問醫生 就是 只要本身是 高度近視的話 就是 就是屬於 白內障跟清光炎的高危險群 所以就是 跟手術本身是 沒有關係的 就是本來 眼睛這種東西 就是要定期追蹤檢查的 怎麼那麼激 怎麼那麼醜 好那接下來就是 我的花費跟 我是在哪一間醫院做的 就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要我們直接講出來 但我現在想到其實覺得 好像也沒有差別 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做兩隻眼睛的話 是 16萬 那因為我沒有 就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散光 所以我就是做 一般片就是16萬 那如果今天是高度散光的話 就是要 今天就會比較貴 要18萬 那 我自己是在 博士眼科做的 博士眼科是 可以分齊的 就是刷卡可以分齊 那我自己的話是 沒有分齊 就是我那時候 有打電話去問我的 中國信託的 因為我是想要刷的 里程卡 我想我確定可不可以 累積里程 然後我那時候打電話去問 那因為手術部分 比較少被認列是 可以回饋的 但反正那時候 我就想說 我就嘗試一下 就是刷了 後來事實證明 就是 中國信託那張卡片 他有給我里程回饋 就是 非常的開心 因為等於我幾乎已經賺到了半張機票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在手術之前 可以先打電話問一下 或是調查一下自己 哪一張卡可以得到回饋 就是 在這個部分上面 也是可以得到非常多的 優惠的概念 我有種就是 我有大折的感覺這樣子 雖然近期因為 疫情的關係不能出國 但是反正我現在就是 累積里程書等多 我要把它用掉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是覺得 當然跟雷射比起來 因為雷射的價格就是可能 四萬到 九萬 就是八萬八之類的都有 就是相較起來算比較高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 我為了說服我自己 然後 也不是說服自己 就是我那時候 我稍稍計算過一下 就是 如果以我做這個手術 接下來十五年的狀態 就是 不要 沒有什麼特殊的需求 需要把這個東西取出來的話 然後我算 我一年 眼睛眼睛大概每個月一千塊 然後十一萬二 然後就是十五年 然後再來就是 平均每三到十年 要換一副眼睛 眼睛眼睛我就抓一萬塊 其實你這樣算了算 好像 加上每年通膨率三%計算的話 其實我做這個真的沒有很貴 只是我先把眼睛錢付掉而已 那建議大家就是 不要因為預算的問題 覺得說 因為你只有這些預算 你就是想要做這個手術 其實應該是 依照你的眼睛狀況去選擇你 你應該做什麼樣的手術 就是 那因為 雷射近視的手術 它其實 我當初是覺得 因為雷射近視手術 它其實是 一個不可逆的狀態 那我的眼睛狀況比較不好 那 如果我做了雷射 然後我以後又近視的話 我沒辦法在二度雷射的時候 我就 我自己會覺得很崩潰 所以我就是 最後選擇了做植物式鏡片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去過哪一些眼科檢查 我去了 蠻多間的 我去了大學眼科 補式眼科 秋童眼科 然後 威士 還有 優爾士 對 我去了五間檢查 每一間他們都有 不同的 擅長的部分 那像常見的話就是LASIK 然後還有PRK TransPRK 然後還有Smile 那就是每一間都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是建議就是 至少要去兩間以上的醫院檢查 因為其實那個機器檢查起來 狀況都不太一樣 就是角膜厚度 有醫院有檢查到他們認為我角膜厚度 就是很夠厚 然後還可以做二次手術 那我去別間後來生產期間 都明顯的檢查出來我的角膜偏薄這樣子 就是建議我不要做 雷射手術 就是他們就是 希望我的眼睛安全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所以我最後 就決定我自己要做肌肉式手術 那我會把我 我當初檢查的肌肉放在旁邊這樣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整理了 所有就是我目前收到的問題 那希望我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到我的IG私訊我 我都會回覆你的 那最後呢 就是雖然手術過程當中 沒辦法拍攝 但是 我有就是錄了一些 我當時也是 做完手術以後 多ㄎㄧㄤ的樣子 就會放在最後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後面很ㄎㄧㄤ的 很ㄎㄧㄤ的VLOG OK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我現在超級緊張 現在這間的桌筒變超酸 桌筒會不會變什麼樣子 扇筒不是變的 那桌筒是會不會 可以 過度輕易嗎 可能是這樣 有點是這樣嗎 不知道 我看這個胃好痛耶 吃來的頂上 胃好痛喔 胃好痛喔 有點像會不會是在手術上來收取 因為我現在照位進來 不是照場地以後 然後 因為我尾部就能看到手術 快點死掉 時鐘 開始 致病 他最近的嘴巴 看起來是比較難看的感覺 他們說 對 我們一眼 就擔心 都擔心 曇 簽 他 你在吃嗎? 你還要吃嗎? 你這樣還可以吃麥當勞? 嗯 還餓 有時候會有不舒服嗎? 噢,不能遇到 天啊,我看不到東西 可是我要暈倒了 可是不能,不要分下 好 你知道我現在全身大報號裡面我覺得後面很好 等一下,嘴上有東西了 你太快就走了 現在是 下午5點 剛剛這個人 走出診所之後,走不到幾步就混到了 然後就被送回診所 結果一直胃痛,痛痛痛痛,痛到剛剛 送急診 我看不到 還特別靠那一趟吃 你還要再去吃喝喝 這個人 什麼都不能吃 這是我們的生為朋友的人 去給他看 要吃 要吃 拿開來 因為他體積被多大耶 你看他 你留下來 他的可能 他比較少 他不要他跌倒 因為他下一眼 不可能 看了 我就把他綁在上面 然後 會跌倒後 聽到百負的下來 等一下那個就給我 都升起來 那我等一下會有 我們可以不用穿黑衣服 我們可以不用穿黑衣服 你可以不用穿黑衣服 那我中門的也可以 那我中門的也可以 那你想要穿你自己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穿黑衣服 那如果你要穿黑衣服 有什麼的 比較不一樣 那你可以幫我簽衣服嗎 可以 可以 然後就簽IDO簽名 IDO簽名 然後寫你的名字 然後寫本人 然後留一個電話 那些名字要了解 那就給他們寫就好了 好 好 可以嗎 那可以啦 寫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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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我的屁孩朋友們 在我面前 吃的餅乾 然後留下他的那個 我感到很怨恨 對 稀奇 這隻眼睛現在是 我進去掛下掃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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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到多近才看得到 所以你現在這個距離 我這個距離才看得到多近 因為我跟你說 這隻眼睛剛好比較重 然後他給我選的比較輕 那也很 對啊 那也是合理的 合理吧 所以大概在這個距離 可以再遠一點 這樣 這樣 好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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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床上去刷 要把這個點睛掛到的時候 好 好 還是我現在可以讓你掛 不會 他會掛 好驚訝 你掌心要不會跌倒 不會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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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跌倒我就指定 沒錯 不要殺他 我們都一起指定 那我們就一起去死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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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送了被子過來給我 然後我說他是 拉拉老木 然後我去演科回酒完了 然後我的作業沒有這麼大問題 然後我剛還想起我的房子在裡頭 就是已經太白癡了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們說 以前如果跟你吃東西的時候 他們還說是不是自己太想吃東西了 再騙他們 其實是自己的幻想 是很過分的這些人 為什麼我看起來這麼的跳 好像對不到腳 現在只有 一隻眼睛只做好了 我家狗都可以 所以很爽喔 所以很爽 而且我們家狗就是 腳超臭的 一直這樣散發蛋蛋的那個 臭味上來 好臭喔